1962年,此时正值太空竞赛白热化时期,苏联在斯普特尼克计划取得成功后,决定更进一步,计划在月球上建立自己自足的基地。 他们的目标是在美国人之前占领月球。 今天,我带你穿越回冷战时期,揭秘一个几乎被遗忘的太空计划,苏联的秘密月球基地项目,代号星辰。 该计划是建立几个居住模块半埋藏在月壤中。 这不仅能够避开地球望远镜的侦测,还配备了可重新定位的轮式底盘,增强了基地的机动性和适应性。 请你想象一下,深埋在月壤之下的居住模块,外面是苛刻的月球环境,内部却是科技的极致展示。 这些模块不仅要隐藏起来,还要能在月球表面自由移动,就像一部科幻电影中的场景。 然而,尽管星辰计划在初期看似一帆风顺,但天补随人愿,用于将这些雄心勃勃的设施送往月球的N1火箭, 却接连遭遇失败,苏联似乎陷入了技术的泥潭,因为当时根本没有其他运载火箭能够胜任此工程。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个项目将会默默无闻地结束时,一位杰出的工程师提出了解决方案。 他设计的新型火箭可能重新点燃这个梦想的火花。 1948年的柏林空运事件后,美国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之间的裂痕日益加深,预示着冷战时代两大阵营的角力正式升温。 正当核武器的阴影笼罩全球时,他们决定换个决斗场。 美苏两家不光在地球上较劲,连太空都不放过,都想在月球上插个旗。 标记一下我到此一游,这可不就像两个小孩子争玩具一样,谁也不服谁。 尽管在核战力方面美国占据了优势,可在太空探索这块,苏联可是一马当鲜。 1957年,一声惊为斯普特尼克一号上天了,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在太空中遨游的人造物体。 这一下子就让美国坐不住了。 艾森豪威尔总统急了,赶紧叫停了原来的航空咨询委员会,换成了专门搞太空的NASA。 NASA这一搞,真是弄出了不少大动作。 火箭专家冯布劳恩这位老兄,就是当年搞V-2火箭的主脑,现在被美国招安,又开始策划更狂野的太空计划。 想象一下,在月球上建个军事哨所,这不就是科幻片现场吗? 而且这个地平线计划,耗资高达60亿美金,目标是在1967年投入运行。 目的就是在月球上监视地球和苏联的动静。 在这个极端保密的项目中,利用正在开发中的土星一号和土星二号火箭补给基地。 据估计,地平线将需要超过250吨的建筑材料。 当约翰·肯尼迪1961年就任总统时,他增加了NASA的资金,并公开宣称他的政府致力于在十年内将人类送上月球。 这是阿波罗计划的目标。 然而苏联那边也不甘示弱,由李嘉嘉林成功绕地球一圈后,科罗廖夫这位大咖也开始琢磨月球基地的事了。 苏联还想搞个N1火箭,试图在月球上建立长期基地。 想来想去,不就是在宇宙中搞个地盘吗? 于是,苏联发布了一份报告,建设长期功能月球基地的原则,提一分三阶段建造月球基地。 初期基地仅能容纳四人,但最终部分完成后,人数可增至12人。 而美国那边,地平线计划还打算在月球上部署核弹呢? 这可真够强。计划要用229次发射,把252名宇航员送上月球。 并且1967年基地正式运营,一部分宇航员永久驻守,守着64枚装载核弹头的洲际导弹随时待命。 此外,基地还需要两个核反应堆提供能源,其余物资则由土星火箭往返运输。 考虑到苏联可能的登月行动,美军还计划部署防御性武器,如何发射小型核弹和一批地雷,以抵御苏联步兵的潜在威胁。 想想看,一个军事基地,有核弹,核反应堆,还要不停地往返运输物资,这画面太震撼了。 这简直就是一场太空版的权力游戏,不过是在离我们几十万公里的月球上演的。 而这场太空决力赛,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战略的博弈,影响深远,至今回味无穷。 1970年,苏联的设计团队真是干尽满满,开启了一个宏大的项目,建造一个月球模块的全尺寸模型。 这不仅仅是玩具那么简单,而是为了在地球上测试那些将要送到月球上的各种技术和设施。 想象一下,在地球上重建一个小月球基地,这不就像是拍一部全景的太空大片吗? 不过,梦想归梦想,现实总是那么残酷。 苏联的太空雄心遇到了一道难题,就是那个被寄予厚望的N1火箭。 这玩意儿本来是要成为把所有建筑材料和技术设备送上月球的重要工具。 可惜,它并没有像预期中的那样表现出色。 自从N1火箭的第一次发射尝试开始,这个项目就一直不顺利。 接连几次的发射失败后,到了1974年,苏联的工程师们被迫按下了暂停键。 他们需要时间来弄清楚,这个原本应该威力无比的火箭为什么会一次又一次地掉链子。 这对于那些满腔热情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挫折。 这一系列的失败不仅仅暂停了N1火箭计划,还迫使苏联专家停止了月球基地的建设工作。 他们得等到火箭技术真正取得突破,才能继续这个让人激动的太空梦。 而这段时间里,苏联的月球探索梦想只能暂时搁置在直面上,等待再次被唤醒。 尽管N1火箭计划的暂停看起来像是一个重大挫折,但苏联对于月球基地的梦想并没有就此熄灭。 实际上,这个困境激发了新的领导层和新的方向。 1974年,瓦伦丁·格鲁什科被任命为能源公司的负责人。 这家公司是苏联航天系的主要制造商。 格鲁什科虽然对N1火箭持有批评态度,认为其应该被终止,但他对于继续探索月球的热情却丝毫未减。 格鲁什科这个名字虽然在大众媒体中的曝光度可能不如其他一些航天巨波, 但它在推动全球航天技术进步,尤其是在火箭发动机领域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在格鲁什科的领导下,能源公司很快就提出了自己的月球基地计划, 这一计划的代号为星辰。 这个提案不仅仅是对之前失败的一个回应, 更是展示了苏联在航天领域持续前行的决心。 与N1火箭不同,星辰计划预计将使用一种全新的重型运载火箭。 新火箭的设计旨在解决N1火箭发射失败中遇到的技术问题, 并保证能够可靠地将大量物资和技术设备送到月球表面。 这个全新的计划不仅是对技术的一次巨大挑战, 也是对苏联工程师和科学家创新能力的一次考验。 他们希望建造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基地, 而是一个能够支持长期居住和科学研究的月球定居点。 这款新型火箭的设计展示了其强大的运载能力和宏伟的任务目标。 它能将230吨货物送达近地轨道, 60吨送到月球轨道, 以及22吨直接运送到月球表面。 这种性能使它成为执行深空探索和建立月球基地的理想选择。 关键的组成部分之一是月球探险复合体。 这是一个高度复杂的多阶段飞船, 专为完成从地球到月球的完整往返任务而设计。 遗憾的是, 格鲁什科的提案虽然技术上颇具前瞻性和创新性, 却未能在政治和经济的现实面前获得苏联政府的批准。 政府对于投入巨大资金建立月球基地是保留态度, 特别是在观察到美国的阿波罗计划虽成功登月7次, 却未建立永久基地之后。 这种审慎的态度反映了当时苏联在资源分配上的考量, 以及在冷战期间对美国航天计划的反应。 随后, 苏联的重心转向了模仿美国的航天飞机项目, 这一决策同样是在对美国技术进步的观察和评估后做出的。 这个决定导致了苏联自己的航天飞机项目的发起, 虽然最终也因为预算巨大而被放弃, 这一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苏联在对外航天竞争和内部经济压力之间的拉锯。 然而, 俄罗斯对于太空探索的梦想并没有因苏联的解体而终结。 尤其是在2010年之后, 俄罗斯联邦航天局再次表现出对建立月球基地的兴趣。 这次, 他们开始收集相关信息并进行初步的研究和评估, 考虑在月球上建立未来的科研和探索基地。 这表明, 尽管历史上遇到过多次挑战和失败, 俄罗斯对于维持和扩展其在太空领域的影响力的雄心并未减退。 这种持续的兴趣和投资意味着俄罗斯仍希望在未来的太空竞赛中发挥关键作用, 尤其是在月球这一战略要地的长期利用和探索上。 感谢您观看我们的视频, 如果您喜欢, 请点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了解更多激动人心的历史内容。 在下面的评论中告诉我们, 您如何看待人类征服月球和太空的愿望?